上河湾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名 人口也不多 但由于地势平坦 交通方便 四面八方的老百姓 都不约而同的到这赶急 时间一长 这地方就渐渐繁华起来 变成一个小屯子 可是有一年 屯南面的一座大山上 突然出现了两只斑斓猛虎 经常伤害来往行人 是眼见兴旺起来的小屯子 不知不觉又冷清了下去 那时候屯子里 住着穷苦的猎人姓赵 大伙都叫他赵炮手 那阵子他正给猎霸 徐二卡巴眼家当护院 赵炮手勤劳 憨厚 猎霸徐二卡巴眼的独生女儿小黑 竟然偷偷的爱上了他 可是徐二卡巴眼 怎么能够同意这门子侵蚀呢 不过使他挠头的是 任性的女儿 非要跟这个穷看院的过一辈子 就在这时 传来了老虎伤人的消息 徐二卡巴眼眼珠子一转 就派人把赵炮手叫到了跟前 说实在的 我女儿不能嫁给一个无能的人 现在山里出了老虎 你该去为民出害 若是打死了老虎 我女儿便嫁给打虎英雄 如伤于虎口 也怪我没有情分 赵炮手浓眉意间说 老爷 为民除害 是我该做的 您就等着瞧好吧 说完转身就走 徐二卡巴眼手一回说 慢着 老爷 还有啥事吗 徐二卡巴眼从墙上 摘下自己的长筒猎枪 笑眯眯的说道 把我这个家伙带上 会对你有好处的 老师厚道的赵炮手不知是机 他欢天喜地的接过了枪 就去找小黑 小黑虽然是狡猾阴损的老猎坝的女儿 但他善良又心细 他听说是虎 心里一震 掉下眼泪来说 赵哥 我爹怕是不怀好意 赵炮手就摇摇头 不 这回你爹没使坏 看 这把枪也是他借给我的 他还同意 打死了老虎 咱俩就成亲 赵哥 这两只老虎可凶了 没事 凭我的本事 没有难处 你就放心吧 小黑拉着赵炮手的胳膊 依依不舍地说道 赵哥 你快去快回 我等着你 第二天 赵炮手带着徐二卡摩眼 派给他的几个猎手 几个大枣 信心满满地告别了庄人 带上干粮上了山 一连追踪了好几天 才在一个山崖的草壳子里 找到了老虎洞 真是不巧 大老虎没在家 只有两只小胡子 正在洞口啃骨头 赵炮手二话不说 举起手中打刀片子 刷的一下 一只小虎血见刀下 可是刀片上的血迹还未干 只听山风打起 飞沙走石 从山坡的林子里 窜出两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 赵炮手随手抄起徐二卡摩眼 送给他的那只猎枪 瞄准跑在前面的那只老虎 天灵盖就是一枪 说也奇怪 那枪扑哧响了一声 不见飞出子弹 他急忙又压上一颗子 还是臭的 这时他才明白 狠心的徐二卡摩眼 给他的都是盐水煮过的子大 说是直纳是快 一只老虎已经窜到了赵炮手的头上 他来不及多想 用尽全身力气 把那猎枪插进了老虎的口中 那老虎疼得仰天长啸 狂奔乱跑 一下子掉到山崖下摔死了 就在这时 另外一只老虎已经扑到他身上 赵炮手来不及躲闪 被猛虎扑倒 老虎张开雪盆打扣 向他要来 赵炮手顺手拔出一尺八的树叉子 使出吃奶的劲 插进了老虎的心窝 两只老虎都被除掉了 赵炮手也受了伤 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他一抬头 只见埋伏在周围林子里的猎手 端起枪正在向他瞄准 一排枪过后 没有被老虎吃掉的打虎英雄赵炮手 却倒在了小人的黑枪之下 按徐二卡布衍的吩咐 这帮家丁捡了几块虎骨头 用一块白布包好 回去交给了小黑 说赵炮手不幸忙于虎口 小黑失去了心爱的人 心里异常痛苦 可他嘴上什么也没说 他找到徐二卡布衍说 爹我求你给赵炮手修个庙 害死了赵炮手 又除掉了猛虎 徐二卡布衍正为自己 一键双雕的计谋高兴 再说修一座庙 也是顺应相亲的意思 他也能够留下积德行善的美名 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 徐二卡布衍立刻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并给赵炮手的庙 启明风云寺立即动工 风云寺的修建 动用了四方门宫巧匠 直修了七七四十九天 一座精美华丽的大庙建成 徐二卡布衍哪里知道 女儿小黑的心思 这一天正是大庙竣工之时 小黑突然对他娘说 娘快扶我上马 他娘说 孩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女儿说 我要跟赵哥去 说完两眼一闭 追随赵炮手而去 徐二卡布衍心里明镜似的 知道女儿这是伤心过度而亡 可后悔已经晚了 后来乡亲们偷偷把小黑姑娘 葬在河东的小山上 正对着风云寺 从此人们就管这个地方叫商虎湾 一带一带的叫白了就把商虎湾叫成了 上河湾 离京城二百多里有一座大山 山后腰有一座金蝉寺 是皇帝吃风的 据说这个庙的方丈是皇帝遗留在民间的儿子 周县官员谁也不敢招惹他 他仗着皇帝老子的势力横行步伐 凡是他相中的闺女媳妇就抢了来藏在寺里 行欢作乐 这天有姐弟两人来此地投靠亲戚 姐姐年方十八长得漂亮 弟弟叫赵成比姐姐小两岁 两个人从几百里外赶来 刚进县城 姐姐就被那个金蝉寺的方丈一眼给看中 给抓到了寺里 赵成急忙到县衙击鼓鸣冤 县令一听是金蝉寺方丈的事 二话没说就把他轰了出来 赵成人生地不熟的走投无路 急得在大街上直哭 有位好心人看不过去 把他偷偷拉到一旁 告诉他 能救你姐姐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朝廷的镇御史 你赶紧到京城去找他吧 赵成谢过这位好心人 一路乞讨着到了京城 又打听着找到了御史衙门 可是御史衙门 不是处理刑民官司的衙门 把门的衙役 便让他去刑部告状 哪晓得赵成进了刑部大堂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先吃了一通沙维棒 主审官再一听 是金蝉寺方丈的事 京堂木一拍就喝倒 且许小事竟然也闹到刑部来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一声令下又打了他一顿板子 把他扔到大街上不再理会 可怜赵成壮眉告赏 反倒给打了个遍体鳞伤 伤心欲绝 这一天他正趴在大街上乞讨 迎面过来一顶八台关轿 赵成听到旁边人说 是真御史下潮了 心里顿时涌出一股子怨气 把要饭篮子往旁边一割 爬到路中间大声喊道 真御史真糊涂 在前面开道的牙医一看就火了 一鞭子便朝赵成身上抽去 坐在轿里的正是真御史 一听有人拦路上骂他 掀开轿帘 他急忙喝住要打赵成的牙医 吩咐落轿 把赵成带到了轿前 问赵成是怎么回事 赵成哭着说 怎么回事 我大老远来找你诉冤 却被你害成这个样子 真御史看赵成伤得不轻 便把他带到轿上 让他把事情原委细细倒来 当听说又是金蝉似方丈的恶行 不禁皱了皱眉头 以声不吭 真御史把赵成带回御史府 让赵成住下来 请来郎中为他疗伤 但对救他姐姐的事情 却只字不提 赵成心急火燎 只盼着真御史 快点想折把姐姐救出来 却一连几天见不到真御史的面 自己身上的伤倒是慢慢好了 且说这天皇上上朝 处理完一干事物正要退朝 真御史出班呼道 皇上 臣 有一事要揍 皇上忙了好一阵子 已经有些疲倦了 这真御史又一向很耿 便不耐烦的说道 快快到来 真御史便将金蝉似方丈 这些年来抢了多少民女 害了多少人家 特别是最近 抢抢赵成姐姐的事 原原本本 仔仔细细的说了开来 皇帝对金蝉似方丈的事情 其实早有耳闻 但一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 真御史又说个没完 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 就大喝一声 罢了 让真御史不要再说 这件事到此为止 真御史今天倒也干脆 听皇帝这么一说 就连忙跪地磕头 大声说道 臣 遵旨 真御史下了潮 一回家 直接找到赵成房间 笑呵呵的说 你且随我走上一趟 说完 带上一千人马 和赵成一起 直奔金蝉似 不两日到了金蝉似 真御史命牙役 在前面名罗开刀 打出钦差大臣的 一应指示 威风八面 立在金蝉似门口 贺令金蝉似方丈 前来接之 方丈见来的是一个 小小御史 没拿正眼看他 更没下跪 哪知道真御史大喝一声 拿下 一帮如狼似虎的牙役 便扑上前去 一把将方丈给摁倒在地上 强行让他朝南跪了 真御史 这才宣读 皇上罢免他 方丈之职的口语 又致了他一个 不下跪皆旨 蔑视皇权的大罪 流放三千里 到西北戍边 真御史 命人将金蝉似 前后上下搜了个遍 砸开铁锁 放出了赵成的姐姐 和其他被抢来的民女 办完这些事 真御史不急不忙的 带人马回朝 可是这消息早已经到了京城 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皇上震怒不已 急忙招真御史上殿 准备致他假传圣旨的大罪 真御史来到大殿 一见皇帝满脸阴沉 连忙跪在地上高呼 臣前来赴旨 臣替黎民百姓 感谢万岁隆恩 皇帝一听就愣了 问道 朕没让你做什么呀 你谢的哪门自恩 真御史说道 皇上不是叫臣去金蝉寺 罢了方丈吗 臣罢了他 回来赴旨啊 皇帝一听 想起那天自己刚说罢了两字 真御史就连忙说遵旨 顿时明白自己掉进了真御史的圈套 可是现在已是继承事实 自己那个私生子做的的确不像话 只好就此作罢